Hello大家好,我是冯大师 本集过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将文字去把它做一个分割的效果 那么文字在Photoshop里面它是属于单独的一个文字图层 我们想要去做分割的效果 恐怕还需要去提前做一些其他的准备 看似很简单 但是里面会应用到图层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我们在图片里面使用文字工具 这个T就是文字工具 点击之后呢,打一个字上去 好,我们打完这个字之后呢 Ctrl加T自由变换去把它变得更大一些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分割 但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我还告诉你,如果你直接这样去做是做不了的 因为你看现在它的这个图层是一个有个T,看到没有 这个T就代表它是一个文字层 你看底下这个背景层,你看它没有这个T字 所以这两个图层它属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在这种图层之下 你如果想要去把文字分开是分不开的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就比如说你使用套路工具 然后你再使用移动工具 看到没有,它不行 是不是,它移动整个字都在发生变化 那么要怎么样处理呢 那么选择这个文字层层之后在上面右键 然后再选择这个一定要注意三格化文字 当你三格化文字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文字的T不见了 那么它就从一个文字层层变成一个像素层层 变成像素层层之后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多变性炮手工具 去把它这个分割啊 我们分一下 好,放起来 那么分完之后再使用移动工具去移动 你看,这个手里就把它切开了 是不是很溜呢 好,切开之后你可以移动位置啊 好,你再去取消选区 取消选区之后呢你可以在整体移动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再去把一个素材拖到这里来 用移动工具按着不动啊 松手 那么把黑色去掉怎么处理呢 选择正常里面的这个变量 或者绿色都行 选一个 呃,绿色吧 Ctrl加T 然后再旋转一下 到到这个位置 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好,稍微再旋转一点点 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文字就可以被分开了 分开是什么分开的呀 一定要注意要先把文字右键 转化为什么 三个画图层才可以 转化为三个画图层之后 再使用多元性套索 去把它做一下 就可以做一个分割的效果 那做完分割效果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一个图层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改颜色的话 它其实是两个一起变 那么你还可以用这个多元性套索 去把它,你看,放起来之后 Ctrl加X 就是剪切 CtrlShift加V 就远位粘贴 那这个时候 它产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呢 从这个画面上看 好像没有变化 但从图层上面看 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图层 这个时候它就分成两个图层 分成两个图层的好处是 你可以使用Fx 给上一个颜色叠加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给上不同的颜色了 你比如说给个红色 那底下你还可以为它选中一个颜色叠加 比如说你为它给上一个其他的颜色 给个绿色 所以这里我们要记住 其实是要先三个画 再使用我们的多变形套索 就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